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 这里是2021新科技 我是今天的体验官小尹 在进入数字时代前 电影大多是用胶片进行放映和储存的 红黑白到彩色 胶片里沉淀了无数珍贵的历史画面 如何让这些几十年前的老电影 重新焕发新活力 今天我们一起到中国电影资料馆 寻找答案吧 黄老师您好 您好您好 您好您好 我想请问一下咱们老电影修复 一般分为哪些步骤呢 主要是分为三步 第一步是物理修复 第二步数字修复 第三步是艺术修复 那每个步骤您都带我看看 可以可以走 这一步呢就是物理修复了 这就在物理修复 对 然后物理修复呢 其实就是对胶片的修补 在扫描的时候 不会对它造成第二次的损伤 然后我们会在这一步 把它的这些破损的地方 给修复起来 过去人们用胶片拍摄和存储电影 但无论胶片材料如何发展变化 却始终保存难 亦受损 电影修复就是将胶片电影 进行处理 还原其本来面貌的过程 物理修复后 数字修复的工作即将开始 进行下一步 接下来咱们要干嘛呢 这是对胶片有一个清洁的一个环节 这是一台清洁机对吗 对 清洁机 为什么要给胶片清洁呢 因为胶片上附着着一些灰尘啊 油污啊 还有围斑 我们会把它清洁掉 为了下一步的这个数字修复 能够降低点难度 相当于要给胶片洗个澡 对吧 对 就是这个概念 下一步呢 就是数字化的这个过程 数字化 对 数字化就叫胶转数 胶转数什么意思呢 就是把胶片上的这些影像 通过扫描的方式 把它转换成数字的文件 所以胶片就是通过这台机器 变成数字影像的 对对对 咱们可以看一眼 这块上有一个精密度 非常高的一个摄像头 它会把这个胶片 穿过这个片门的每一帧画面 去照下来 所以这像一个照相机一样 对 它比照相机可厉害多了 它最高能达到6K的 一个扫描分辨率 从这个屏幕上 咱们已经可以预览到 这个胶片上的画面了 对 一点点好像在动 对对对 它扫描速度是两帧 那这个影像是不是就可以 直接在大屏幕上放映了 不太行 因为你瞧它这个画面上 还有很多的划痕 脏点和霉斑 这个需要去修复一下 由于有些电影胶片年代久远 上面往往存在着划痕 闪烁 噪声 变色 模糊 等各种问题 因此需要采用数字电影修复 其处理技术对其进行处理 从而获得更高的图像质量 为了看清楚损伤情况 修复师需要将每一帧画面 放大好几倍 总共每一个修复师 平均每天是6000到8000帧的修复任务 一帧点击鼠标三次的话 你可以算一下 大概它们每天要点击鼠标几万次 这一部进行完整之后 就可以进行到上次的环节 你可以去看看 好 电影《永不消适的电波》 由八一电影制片厂于1958年出品 是新中国第一部 讲述党的隐秘战线 英雄人物的经典影片 将永不消适的电波进行修复 既是对革命先烈的礼赞 也是对老一辈电影工作者的致敬 我们这给电影上色 要人一点点的纯手绘修复吗 那这工作量也太大了吧 不是的 我们首先会使用人工智能系统 先跑一遍的 而且这个系统是拥有 我们国家自主知识产权的 那这人工智能系统 他怎么知道应该用什么颜色呢 人工智能其实他并不是什么都知道 为了让他知道上什么颜色 我们需要给他一点教材 就是我们的训练集 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 人机交互人工智能上色 对影片原有黑白影像 进行逐针修复与着色 大大提高了老电影上色的速度 为这部红色经典注入了新鲜活力 这就是我们的训练集是吗 对 这个就是我们的训练集了 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图片 这些图片就是我们根据 影片的镜头逐一去筛选的 那么影片中可能出现的军装呀 气袍呀 以及各种各样的道具 我们都会相应的找对应的图片 去给它充实到这个训练集里面 好 相当于电影里有什么元素 我们就放什么图 给它很多参考 人工智能大大提高了整体工作效率 但由于电影镜头里复杂元素极多 现在的人工智能技术 对复杂物品的识别能力有限 对于运动侧脸 手型变化这些细节 往往追踪不到 这个时候就需要人工逐针解决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修复师通过选取关键针 做出样本来补充人工智能的不足 让人工智能上色有了智慧和参考 永不消失的电波全片长116分钟 总共有16.5万帧 要对这么多的黑白画面进行逐针修复 任务量巨大 人工智能的加入虽然大大提高了修复的效率 但它仍旧缺乏一些艺术审美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整个电影修复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艺术修复 你好 刘老师你好 咱们现在是在进行艺术修复对吗 对对对 这是AI跑出了一幅画面 你觉得怎么样 我看一眼 好像整体感觉挺漂亮的 但仔细看的话好像有一些细节 比如手的位置好像没有识别到 对 你像这个胳膊手和小镜子 这些细节部位 这个AI现在还不行 今后它一定会长大会行的 现在还得进行人工的进行调整 整体的颜色我觉得已经很好看了 包括后面的那个墙啊 那些电梯间的这个棕色都做特别的真实 对 它质感现在已经基本上出来了 但是你看看这幅画面的整体颜色 有什么问题吗 我觉得挺好看的呀 有什么问题吗 你看啊 这服装呢 都是靠蓝色以为基础的 那白小姐的这个服装呢 很难凸显出来 就把它再人 那我们呢 现在进行了一个艺术修复 再创作 那咱们把它创作成什么颜色了 哦 变成粉色了 对 这样的颜色呢 在这里头呢 它就能凸显出白小姐的身份 这样的话呢 它的地下档的身份也就出现出来了 哦 这粉色真的很好看 而且那个好像是那种丝绒的质感 也更凸显出来了 特别漂亮 在艺术修复中 修复团队需要发挥更多想象力和创造力 永不消失的电波修复时 主创人员已经逝世 修复团队便只能悉心对比胶片的初始颜色 查阅当年导演摄影台本阐述 寻访服装文史领域专家 力求最精准的还原影片中的颜色 并进行了二度创作 这个口红的颜色 我能不能给它试着换一个 好啊 来 我看看咱们能不能给它选一个更亮 更艳一点的颜色 给它选一个流行的大红色 有点跟它不搭了 你觉得呢 好像是的 刚才那个淡粉色和它的衣服好像更配一点 对 而且你看它这个妆容和它这些细节的配饰 这个我们本着一个就是修旧如旧的修复原则 而且我们所谓的旧不是真的是旧 而是我们是还原当时的历史 哇 这个质感真的好棒啊 感觉就像在看一部全新拍的彩色电影一样 经过电影修复团队七个月的努力 这部红色经典影片永不消失的电波 在2021年10月6日全国上映 作为首部经过4K彩色修复后 进入院线重映的黑白经典故事片 它用红色经典和数字科技的独特魅力 吸引了一大批观众 新科技与老电影的碰撞 人工智能与手工修复的结合 让这些经典老电影除了重映和翻拍 有了第三种可能 未来一卷卷钉老胶片 将会迎来越来越多变身的机会 重新回归人们的视野 并散发出新的活力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2021新科技 我们下期再见